美国乔治亚州新当选的国会众议员格林 21号在Twitter发布影片 表示他已经递交弹劾拜登的文件 格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拜登总统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 他在担任欧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 滥用职权的模式是长期且令人不安的 拜登的行为表明 他会尽其所能去保释他儿子 并且用外国腐败能源公司的钱 填满他家族的钱包 拜登总统甚至在一份录音等 承认与乌克兰政府做出交换条件 以1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威胁 拜登总统入主白宫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必须立刻弹劾拜登 我们不能有一个国家的国家 能够拒罢了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而被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格林在声明中举例 时任副总统的拜登 在2016年曾施压乌克兰政府 威胁要收回10亿美元的 美国对乌克兰的贷款担保 要求乌克兰政府革职 该国检察总长硕金 因为硕金当时正在调查 天然气公司布里斯玛的腐败案 拜登的次子韩特 当时是布里斯玛的董事会成员 后来硕金经乌克兰国会 多数表决被解职 除了乌克兰能源公司的丑闻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 与参议院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 主席强声曾经在去年 公布参议院调查拜登家族腐败的报告 格拉斯利指出 拜登的儿子韩特和弟弟詹姆斯 实际上都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的风险 新唐人演的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